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吸引着全球的关注 国际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 多次提到发展深表认同 高度评价中国过去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的发展成就 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 共促和平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共产党 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我们确定 对这个国家的努力 国际人士表示 中国不仅在国内经济 社会 民生等方面 取得长足发展 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倡导践行多边主义 为持续推动世界和平贡献重要力量 中国不仅在国内经济 社会 民生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不仅在国际上 但在全球上 中国的领导是指向平和平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回答 要求兴趣 我们也想要平和平衡 我们找出一种平衡的方法 为这个类型的目标 在关注一项一项的领域,例如,是有所谓的